掐指一算,我好像很久没有做过这个奶酪了 自从过年前做了这个夜光的大熊以后 夜光的拉力也没怎么玩 来吧,今天就用夏宇湘西寄给我的夜光了 来做一块夜光的奶酪 换上我的做大百件专用大锅 把拉力倒进去 这些应该够了 做奶酪的专用模具长这样 我还发现了它另一个玩法 如果你不想做奶酪,也可以做披萨 奶酪模具的理念是这样的 如果做奶酪就把里面全部倒满拉液 如果是做披萨,倒一半拉液就可以 这样脱模后就是一块披萨啦 别忘了做大百件得用这个大锅哈 这四件套最大的锅可以融化460克拉力 最小的可以融化120克拉力 现在活动期间入电炉就送大锅 给你省下19.9的两杯奶茶钱多划算 赶搅辣液不太够,我又加了一些 用多种颜色的夜光辣就别使劲搅和了 完全融合后会很显脏 有一丢丢的熨染效果才最好 差不多可以倒进模具了 加热的太久,颜色还是混在了一起 看看成品咋样 果真不太好看 但是夜光的效果很好哦 锅里剩下的拉液你知道为啥更亮一些吗